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水利专家李和岳近日在长春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东北可为中国再新增2000万亩耕地 东北地区黑土地总面积108.75万平方千米 过去几十年经过不断开发 这里的耕地面积从早期的3.83亿亩增加到现在的5.62亿亩 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中国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公报显示 全国耕地面积为19.18亿亩 这比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时的面积减少了1.13亿亩 而同期的东北地区耕地面积还增加了0.55亿亩 我们在我们东北地区增加5500万亩的条件下 全国减少了11.111300万 那么除东北地区以外 其他地方耕地面积减少了多少呢 减少了16800万 减少了16800万 所以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 李和月现任水利部松辽委副总工程师 首届国家特邀自然资源监察专员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以来 李和月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开展大量调研 提出的关于黑土地保护 自然保护区建设 水利建设 生态治理等方面的提案均得到落实 李和月调研发现 松嫩平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后备耕地资源较多的区域 就是松嫩平原现在应该说 耕地就是新增耕地潜力 应该可能在全国现在是最大的 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呢 松嫩平原现在 就是说 在开垫的研检荒地 大约还有2000万 那么只有通过我们呢 通过一些水利措施 才能把这些那个研检地开垫出来 李和月说 在松嫩平原可利用水资源量 基本配置完毕的情况下 可将东北地区周边河流过境水资源 通过银吊水工程引入 然而 兴建长距离银吊水工程 需要较大的工程投资 针对这一难题 李和月说 一些地方 特别是直辖市和东部等省份发展较快 其在域内落实耕地占卜平衡难以为继 因此国家推出了 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这一办法 即耕地指标可在国家统筹下 进行跨省域交易 李和月建议 中国应将松嫩平原新开垫的耕地 优先用于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 东北地区这几个省 它有新增耕地 南方很多省 它要发展 要建设要用地 它没有这个 没有那个新增耕地 我们按照耕地保护政策 你占有补油 占一亩优质耕地 你要补一亩优质耕地 实现不了国家除贷生质 就是你可以跨省去 想购买这个耕地 新增耕地指标 中文字幕 司令人 周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